低空在众人的头上呼啸而过 俄国先进逆踪战机苏-57 在珠海航展的第三天继续炫技 正儿欲聋的引擎声 让现场军事迷大呼太震撼 不过同样从俄罗斯远道而来的 不只是苏-57 俄罗斯安全秘书邵伊古也现身珠海航展 这是他卸任国防部长后 首次以新身份访终 在航展现场 他近距离参观各种军武装备 还特意观赏歼20S双座型和歼35A空军型 除了看战机 邵伊古还在现场会见 苏-57飞行员伯格丹握手寒暄 不过航展第三天碰到捷梗台风来搅居 但是大雨依然交不起民众的热情 解放军8E飞行表演队 在多云的天空中画彩虹 因为天空不做美 歼35临时取消表演 而歼15总设计师孙聪证实 未来歼15和歼35都会登上航母 一个飞机在这个航母上 它是在任务的一个使用搭配上来使用 包括15和35的两个型飞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首席专家 王永庆指出歼35A是空军型版本 展厅里的歼35模型 则是舰载型版本 歼15歼35一步步升级 离未来在航母浮已也可能不远了 我们的记者综合报道 Thank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